张小姐 我听到很熟悉的张小姐 张小姐 你是女先生吗 确认过眼神 对阿妹比了一个大爱心 这位铁粉出现 台下超high 你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一句什么凶的东西 这个世界需要爱 我们的世界需要张惠妹 呼喊声整个小巨蛋都听到了 热血喊话让阿妹直呼 你想了多久 我没有办法临时想起来 我都是就是到演唱会的现场 然后那个当下给我的灵感 跟他想传递的那个氛围 然后我边看 然后就有感而发才会说出来 33岁的吕世伟从小三开始爱阿妹 当会妹或是阿妹 然后他就觉得说没什么创意 所以我就叫他张小姐 然后他就跟我对话 差不多长达两分钟 然后他就问我说请问你是 然后我就说我是双口吕 我们的世界需要张惠妹 如那件扣印器 吕世伟笑说他学戏曲出身 知道如何发生才会洪亮 刚刚老婆才刚刚找到你 你要不要再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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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姐 我不许你消失这么久 他追阿妹到天涯海角 还红到大陆 还美吗 我为了你来一支叫 小红书跟那个内地的抖音 就是小小知名度 没有啦开玩笑 这次演唱会 阿妹争选粉丝合唱 没想到双口率却落选了 忍不住喊话 我才是真正的铁粉 OK 虽然我唱得不怎么样 但是 可以让我跟你有表现的机会 好吗 TVBS新闻 于是海洪天一台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